陈部长 这次的肃清任务 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计划 在进行吗 报告主席 张冲他们到了上海 现在嘛 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 好 快快快 这边 小夕子搜 是 搜 什么都没有 走 报告 没有 走 你提供的情报 为什么都一一落空 说话呀 到底怎么回事 据我推断 钱壮飞等人 提前泄露了机密 瞎说 如果是钱壮飞泄露了机密 那她在上海的母亲 在南京的眷属 为什么没有转移呀 是 我也觉得奇怪 这分明是你 提供的情报 不是别有用心 就是在戏弄我们 陈部长 我可以对天启示 此次归降中央 我是一片诚心 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你对党国是诚心诚意的呢 有 请说吧 中共领袖级的大人物 运带英 真的 都到这个时候了 您认为 我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好 主席 顾顺章说 关在南京监狱中的犯人 王作霖 就是鼎鼎大名的运带英 就是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的运带英吗 顾顺章说 就是他 不会吧 主席 我手头上有黄埔历劫师生的照片 请军阀司长王震南 到鱼中核对一下 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如果真是他 你们 不可以对他动用任何重刑 你们可以劝道他 你们要 恩威秉势把他拉拦过来 这个运带英 是非常难得的人才 要想尽一切办法 唯我所用 我就说 主席是爱才惜才 希望你能悔过自心 重新为党国工作 王先生 别练了 喝点水吧 好 再有一个月你就要出狱了 到时候可别记恒我们当差的 不会的 只要你不怕 我一定请你到我家里做客 把门打费 是 运带英 做不更名行不改姓吗 运带英 为什么改名叫王作霖呢 你把姓名一改不要紧 不仅自己去救 这样下等的牢房 而且害得我 被蒋主席大骂了一顿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我就是运带英 我就是运带英 蒋主席不忘旧情 希望你能归向中央 继续辅佐蒋主席 治国平天下 请转告你们的蒋总司令 我一定会让他失望的 主席 运带英该如何处置呢 早在广州 武汉时期我就十分了解这个运带英 他视主义重于生命 早在黄埔期间 他与邓雁达 张志忠 高于海 并称黄埔四兄 既然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 那就立即处决他 只好如此了 在黄埔时我和他接触不多 但是我知道他是个人才 他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化 死心他地位共党卖命 那要不要再劝劝他 不必了 人格有志 不必了 是 云大英 跪下受刑 共产党人从来不下跪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柜子守卖 请你们听一听一个就要告别 这个世界的共产党人的话吧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 陷害爱国青年 陷媚帝国主义 他叫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 必将自食其恶果 并招视后来人 住嘴 不准你死前攻进蒋主席 打倒蒋介石 住嘴 中国共产党万罪 开枪 共产党万罪 开枪 开枪啊 哈哈哈 鬼 cit 戴英同志 是个好同志 好导演 是我们大不可多得的人才 毛泽东同志 对他有很高很高的评价 可惜 可惜呀 我们一定要为戴英同志 报仇 为戴英同志报仇 报仇 报仇 兄司令 您的部下杨先生的情况 您了解吗 有什么问题吗 他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 有什么根据吗 他给我们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 什么你们我们的 我只知道杨先生 是蒋主席亲自任命的 可他的确是我们的人 杨先生是共产党吗 不是 那杨先生知道顾先生归向中央吗 据我所知 他全都知道 他现在人在哪儿 待在自己的公馆里 一个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人 一个知道顾先生归向中央而不逃走的人 怎么就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呢 我相信 他就是共产党的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顾先生 请吧 他就是共产党的人 徐科长 这 徐先生 我提醒你一句 杨先生是陈部长系统的人 而且又是经蒋主席亲自任命的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我看 还是由陈部长亲自处理为好 我理解雄司令的 良苦用心哪 你看 我可以把杨先生带回南京吗 还是征求一下陈部长的意境吧 徐先生 请 请 徐先生 我清楚你此次来的目的 我也知道 你陪我去南京是什么意思 不过 我看就不用烦劳您的大家了 派两个吃良人跟着就行了吗 杨先生 别误会 请您去南京是陈部长的意思 不信 你现在就给陈部长打个电话 不用了 因为我相信陈部长绝不是那种烹狗藏工的政客 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家 对啊 对啊 好了 徐先生 你看我们何时动身去南京啊 那要看杨先生何时动身方便呢 随时都可以 好 恩来同志 在顾顺章的指人下 杨先生便想被捕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 已经押到南京去了 另外 顾顺章潜入上海之后 带着那些偷敌便捷分子 时时处处都在指认我们的同志 有不少来不及通知转移的同志 在他的指人下 都被捕了 立即通知我们所有的同志 尤其是钱赵飞 李克农 李强等同志 停止一切活动 等待中央同志 是 还有 要密切注意 敌人在顾顺章的引导下 会对我们采取哪些措施 是 快去 今天把诸位请来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集中起来 形成一个拳头 有力的打击 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共产党首脑机关 过去 在上海清剿共产党地下机关 是由我们警备司令部 上海市党部 外国公部局这三家来完成的 教训是各自为政 分散了力量 给共产党一可乘之机 为了克服这一弊端 尽快形成拳头 请徐科长来传达 陈部长的指示 诸位 陈部长指示我们 上海三方共同成立领导小组 市党部方面 由我和张怀南先生 负责协调 警备司令部方面 由雄司令指定的 黄科长负责 黄科长是负责和工部局 办理引渡犯人的 一身二任 还可以负责协调和工部局的关系 为了尽快和工部局 结成清贡的拳头 雄司令准备出面拉场子 和工部局方方面面的人聚会一下 要知故乡事 需问故乡人 要把潜伏在上海的共党地下机关清除掉 还需顾先生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请雄司令放心 我一定尽力而为 郭老板 你我初次相识 有什么见面礼的 请黄科长一会儿跟我去一下 也许会有一点小意思 爹 邓老师烧话来了 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 有这家伙做伴 我谁都不怕 爹 阿美 快走 爹 咱们一起走 你不要管我 你快点走 爹 别动 别动 阿正伯 没想到 你变成了一条疯狗 把刀放下 跟我们走 我这把菜刀 还没有切过狗肉呢 怎么能把它放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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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开枪的 爹 爹 爹 阿美 不要在他们面前面前面前哭 我不哭 我不哭 爹 我要你刀 你刀杀了你这疯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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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小牛给我带回去 是 是 等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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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顾顺章的判别 中央不得不暂时停止开会 时下的当务之急使 改组中央特科 把原来特科的同志 尽快从上海撤退 见于目前的这种情况 中央的会议是肯定不能开了 关于改组保卫部门的事 我看就交给恩来同志 全权负责了 我同意中发同志的意见 恩来同志 你说怎么办呢 我提议 新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由陈云 康生 潘汉年三人组成 由陈云同志副总责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同意 没有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另外我们是不是研究一下 关于钱壮飞和陈庚等同志 撤退的计划 恩来同志 这么具体的事情 就不要在会议上讨论了 赞成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 就要打响了 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关于毛泽东 朱德同志 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方案 恩来同志 我看就不用说了 你是咱们中央的军事部长 这件事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你只要定期向政治局报告情况就可以了 我赞成中发的意见 今天的会到此为止吧 我看啊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 特别委员会的移交工作 对啊 这 这 这 本来同志 这是蒋介石即将发布的第二次 围剿中央苏区的秘密 你们先看一看 陈庚 来 陈庚同志 立即向潘寒年同志 已久工作 现在哪儿都不要去了 等待接受新的工作 为什么 你的情报工作 就此结束了 诸位 今天聚会的意义 非同一般 它标志着 我们在上海 结成了反共 亲共的同盟 来 为预祝 我们的未来在反共 亲共方面合作成功 干杯 干杯 下面请蓝武器先生 为大家讲话 消灭共产党 是全世界各国人民 共同的任务 清除上海的共产党 是我们在座的 中外同仁 共同的任务 为此我宣布 在租界中 无论是我们 还是你们 发现共产党 可以先抓后引渡 为了把潜伏 在租界中的共产党 消灭干净 干杯 请诸位高举起酒杯 为预祝我们蒋主席 在江西围剿 共军取得成功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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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总司令 何部长和陈部长到了 快请他们进来吧 是 二位请 二位 来 坐下谈 请 今天请二位来呀 主要就是想谈一谈 事关全局的战略构想 现在 我们在国内有两个战场 一是 消灭在江西的珠毛共军 二 就是要清除 在上海的赤色祸首 日前 李富在上海 打了一个漂亮的战役 抓捕了 像运带英这样级别的 共党首领 静致 在接下来的 即将发起的第二次围剿战争中 您有什么想法呢 我将按照您制定的 文扎文打 步步为营的战略 把珠毛共军 歼面才干干 果如此 当然可喜可贺 不过你要注意 毛泽东 还有朱德 可是很难对付的 不可以掉以轻心 那么 上海租界里的共党呢 我们一定倾其全力 近期将共党 设在上海的中央赶出去 果真如此 那就是从 我们中央政府的身边 拔掉这颗眼中钉了 共党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什么一城市为中心 也就都 统统见鬼去吧 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们对付共党 比起对付那些军阀和地方实力派 要困难得多 尤其是珠毛共军 他们活动的地区 都是边远地区 而且运用什么游击战 神出鬼没 声东击西 我军大部队与之周旋 却常常是扑空 为此我们必须 采取新的战法 静之 你的看法呢 在下明白 我一定请各部将领 齐心协力地 打好每一个战役 静之 你制定的第二次围剿计划 我已经看过了 但我想听你直接地告诉我 有几度胜算 一定把珠毛共军 消灭在干南地区 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希望二位 务必认识到 剿共与国家治乱新王的关系 二位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 从此能够格外励志奋发 报效大国 是 是 朱总 朱总 我们已经在这儿隐蔽二十多天了 王军运这条毒蛇就是不出动 用老毛的话说 那就让大家继续隐蔽 还隐蔽 还隐蔽呀 你们二位下去听一听 看一看 我们的使战员都急成什么样子了 老毛是有令在先的 拒绝一切提造思想 照预定计划做 不要受影响 报告 敌人已经完成了对我红军的包围 近期就将下令向我红军发起劲角 知道了 老毛现在在哪儿 马上把他找回来 商量破敌大势 不知道为什么 驾翔通知找他谈话去了 打铁也不看看果色 你看看 方才我听你介绍了 红衣方面军的革命发展史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把理想当现实 更不能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拿来当饭吃 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那你的意思是 在石下的中国 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是的 可你不要忘记 苏联革命的成功 则是以走城市革命为中心 然后再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我对苏联的国情没有研究 因此也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知道 法国的巴黎公社失败了 在法国再也没有出现 第二次巴黎公社革命 苏联的十月革命成功了 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要革命 是否只有十月革命一种做法 对此 我是存疑的 你这是怀疑十月革命的道路 我是认为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 从比较宗教的视角谈开去 打个比方 佛教诞生在印度 在印度流传了一千多年之后就消失了 相反在我们中国却兴旺发达起来 并且衍生出了禅宗 净土宗 华严宗等各个宗派 我对此没有兴趣 那你应该知道基督教的一部分 为什么变成东正教 你在苏联待过 我对此更没有研究 我的意思是 作为一种观念的形态 它自有它自己演变的道路 并且在此演变的过程中 会发生冲突 甚至是对立 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在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唐朝有个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这个人很有自知之明 归国以后不想当通天教主 也没有发起新的佛教战争 而是心甘情愿地 当一名虔诚的翻译家 结果呢 流芳百世 万人敬仰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 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而是靠武装斗争夺取来的 自然 不实事求是 一定会撞南墙 你这话的真意是什么 很简单 我实在不理解 你们口口声声说 要以城市革命为中心 动不动就让我们去打大城市 可在具体的实践中 又不断地强调敌强我弱 不要轻易地去打 这两相对照 是不是有点可笑啊 从战略上讲 先打弱敌 是故意有之的道理 官子中说 顾凡用兵者 攻坚则任 成侠则神 攻坚则侠侠侦 成侠则侦侦侦侦侦侦 就是这个道理 家强 你想让穷人早一点得天下 我也想早一点建立新中国 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分歧的 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分歧的 时间进行辩论 这个问题 还需要好好地理解 你跟他们说说 来 先说 好 同志们 大家安静下 我再重施一遍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我们的战略构想 绝对不能动摇 第二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否有误 明天敌人是否出动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为此 我希望大家再认真看一遍 我和毛泽东同志 联合签发的命令 上面写着 要做出敌军向我军进攻 或者不进攻我们的 两套作战计划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我反对 很多指挥员找到我 反映了他们的担心 我们大家看看地图 首先 我军必须穿越 蔡廷凯 郭华宗 两个强敌之间 二十五公里的空隙 他们说这是钻牛角尖 过于冒险了 对 我们的战略构想是 打王金玉这个弱敌 不打蔡廷凯这个强敌 可是我军一出动 就必然要穿过蔡廷凯 和郭华宗这两个强师 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 蔡廷凯 郭华宗两师强敌 一旦从两边 向我钻牛角尖的部队 发起冲锋 我军必然上我惨重啊 对啊 出战失败是兵家大计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啊 这是兵家大计啊 对啊 大家听着喧哗 我们听一听 毛泽东同志的想法 同志们 首先我们的作战方针是 右敌救我 带敌脱离阵地以后 将他见面于运动之中 这不是钻牛角尖 其次 即便是所谓的钻牛角尖 我们也要钻通它 而且能够钻通它 那你就跟同志们说说 我们如何把这个牛角尖 给钻通了 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苏区的群众好 他们会帮我们钻过 这个牛角尖 还有 苏区的地形好 便于我们隐蔽和行军 我们现在是在落实 打仗计划 不是在讨论政治议题 没有那么多行与不行 再说了 我们在这儿靠开会 靠辩论 是找不到钻牛角尖的办法的 我赞成毛委员的意见 执行命令 是任何一个指挥员的天职 我同意 我们都同意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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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告 我们截获了敌人的电台信息 有新的行动 请首长到电台室收听 走 我们去听一下 声音大一点 是 来 首长怎么听 你们是住吉安的留守电台吗 是啊 我们先住福典 明晨出发 到哪里去 登顾 同志们都听到了 敌人 开始用鸣马 通报他们的行动方向 所以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胜利地 钻过 蔡廷凯和郭华宗 这两个师的 牛角尖 好 这些吃面包 读洋书的留学生 从未上过战场 也不了解干难的人民 就要指手画脚地 指挥千军万马 岂有不坏大事之理 对此 我们这些当军长政委的 更是反感这些 二十多岁的钦差大臣 他们靠着洋菩萨 遗旨弃使 这是最危险的呀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大家在下面 正在搞以毛代相的活动 以毛代相 就是用你取代相应 恢复总前委 请你继续当书记 这绝对不行 有意见可以向领导反应 或者摆到桌面上来谈 就是不准在下面 搞小动作 明白了吗 去这家问问 老表 两位首长 里面请 老表 不用了 接问老表 从东顾去中洞 除了那个后山的山道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进路啊 有啊 从后山的东北角上 有一条小路 通往中洞 从那里走 近十来里路 就是山路不好走 路窄 没记错吧 没错 我几十年来 在那里打柴 走熟了 没错 好好好 老表 谢谢了 不用谢 不用谢 天助我业 欧政委 天助我业 走 马上去白云山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 现在我下达 奸机由福田出犯之敌的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 大家请听 红三军团并指挥 红三十五军为左路军 经江树头 顾泼渝 渝回到福田侧后方进行出击 第三军欠 第七师 为中路军 沿东固至中洞大道 向桥头江一线 攻击前进 第四军并指挥 第六十四师 第十二军欠 第三十五师 为右路军 分两路 抢占九寸岭 观音崖两碍口 而后继续向福田攻击前进 第三军 第七师 和 第十二军 第三十五师 指 第10三团 位于方泰 崇贤带 协同地方部队一部 阻击敌人 第四三师 五十四师 其他的各路敌军 由地方部队 和群众武装 予以牵制 大家都记清楚了吗 清楚了 清楚了 湘英同志 你是中央局代理书记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没意见 毕师同志 你们中央代表团呢 没有 按中央的规定 军事由泽东同志负责 那就请毛泽东同志 给大家做总结吧 同志们 我只讲两点 第一点 初战必胜 这就要求 黄攻略指挥的 红三军团 出去啊 人不知 鬼不觉的 钻过这个牛角劲 更要像非将军 自天而落一样 消灭功禀藩师 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团 要在追击中 歼灭王金玉部 第四十七师一个旅 老鹏 你要成胜 攻占复天 都能做到吗 能 第二点 你们要发挥连续作战 不怕疲劳的作风 首当其冲 要求你们这些军级指挥员 要有跑掉鞋 没饭吃的思想准备 趁敌慌乱之机 一直打到福建的剑宁 有这个信心吗 有 好 主老总 我讲完了 老毛 你起立下 同志们 等我们粉碎了敌人的 第二次围剿之后 我们请毛泽东同志 再给我们写一首 瑜伽奥 好 部长 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 坐镇白云山上 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在富田战斗首战告捷之后 最右于5月19日 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 在白沙歼灭郭华宗第43师一个旅 和第47师第一旅残部 这就是有名的白沙战斗 随即 红军继续向东横扫 在中村 歼灭好孟林 一个旅大步 接着 在宁都南团召开会议 决定苏区中央局 留在永丰县龙岗 前方重新组织第一方面军 临时总前委 以毛泽东为书记 统一领导反围剿的斗争 中村战斗结束之后 朱少良第六陆军 慌忙经广昌向南风撤退 毛泽东朱德 于24日晚11时 下达方面军 攫取截到先敌 占领南风城的命令 几经捕捉战机 终于找到了敌人 遂于5月27日 经过一天激战 夺取广昌县城 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步 这就是有名的广昌战斗 接着 毛泽东朱德 命令继续向东横扫 5月31日 出其不意地突袭剑宁 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 至此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 游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 连续打了富田 白沙 中村 广昌 剑营五个大胜仗 共歼敌三万余人 缴获各种武器两万余剑 和大量的军用物资 终于痛快淋漓地 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 第二次围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